古装悬疑剧长乐曲的剧情设定是一个虚构的王朝 主要的内容就是由邓芸汐所饰演的严府庶女严姓 和由丁玉汐所饰演的内卫府大哥领沈杜之间的事 他们两个人属于先结婚 然后慢慢的培养出真爱的一对眷侣 最后互相搀扶携手破案 剧情中的丁玉汐所饰演的人物雷厉风行 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使用的都是雷霆手段 虽然看起来无比的冷酷 但是在感情这一方面 和严姓先婚后爱之后产生了浓烈的感情 并且共同破获了一起又一起的案件 给人的感觉不只是特别的萨 还有从容不迫的淡定和沉稳在里面 当然了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凭借着帅气的脸庞 丁玉汐也收割了很多的女粉 尤其是感情生活这一方面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近期丁玉汐丁玉汐二人纷纷晒照 从他们晒出的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 都有长颈录这一元素 咱就说他们是不是偷偷在一起了 更有网友直接表示 国庆节术后的晒徒 他们国庆是不是一起去动物园了呀 不少人也纷纷高呼 我们的拼兮兮是不是准备官宣了 其实要说起丁玉汐和邓一兮 他们的初次相遇 要追溯到2023年的一月 当时他们都在横店拍摄各自的电视剧 丁玉汐主演的是大理丝少青游 邓一兮主演的是长乐曲 两部剧的剧组恰好住在同一家酒店 他们就在酒店的餐厅偶然碰面了 据目击者透露 他们当时就互相投去了好奇的目光 然后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聊了几句 他们的第一印象都很好 觉得对方很有气质 很有才华 很有魅力 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一段友谊 经常在空闲的时候一起吃饭 聊天 交流拍戏的心得 他们的话题很多 从影视到音乐 从生活到理想 从爱情到友情 他们都能找到共同的兴趣和话题 他们的友谊很快就升温 从朋友变成了知己 从知己变成了爱美 从爱美变成了恋人 这次丁玉汐和等于汐的晒照 已经曝光 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很有CP感 很般配 很甜蜜 他们为什么有CP感呢 我觉得有以下两个原因 他们的外貌很匹配 丁玉汐是一个高颜值的男神 他的五官很立体 很有辨识度 他的眼睛很深邃 他的身材很好 他的气质很优雅 丁玉汐是一个青春美女 他的脸蛋很圆润 他的眼睛很明亮 他的鼻子很挺 他的嘴唇很红润 他的身材很苗条 他的气质很清新 他们的性格很互补 丁玉汐是一个很内敛 很深沉 很成熟的男人 他不喜欢说太多 不喜欢表现太多 不喜欢炒作太多 他更喜欢用实力说话 用行动证明 用心感受 丁玉汐是一个很开朗 很活泼 很可爱的女孩 他喜欢说笑 喜欢玩乐 喜欢分享 他更喜欢用笑容感染 用温暖安慰 用真诚打动 他们真的很适合对方 不过我们的丁玉汐小妹妹 年纪还小 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为此有网友认为 他们两个是绝对 不会走到一起的 另外还有网友表示 丁玉汐已经有了女朋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有些小的消息表示 丁玉汐和张玉汐之间 两个人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 似乎是存在着恋情 就在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 有很多的吃瓜群众 也在纷纷的期待 看看会不会爆出一些好消息呢 但是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没有任何公开的回应 而且张玉汐对待这个消息的处理态度 还是比较低调和冷淡的 同时也会有人好奇 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女性里面 要是刻CP的话 大家把丁玉汐和张玉汐之间的CP 刻得如此热烈呢 不容忽设的就是 他们两个人合作了很多的影视作品 其中阴色过浓里面的CP 特别的甜蜜 这才让很多的路人 纷纷没有办法从剧情中走出来 一时之间 似乎有些没有办法适应 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甜甜的一面 再去看一下张玉汐 在直播的时候 有一位送出大额礼物 2999 阴浪的人 原来就是丁玉汐 悉心的持华群众 把这个数字仔细的解读了 才发现原来就是爱999 不得不感慨 这样的心思还是比较细腻的 同样这也称得上 是一种感情的特殊表达 而且他们两个人 同款的物件还是比较多的 就像同样的卫衣 之前就路人发现 丁玉汐和张玉汐穿的衣服是同款的 就是因为这些细节综合到一起 路人们才会把他们看作是恋人 更何况 他们两个人的社交平台互动 也是比较频繁的 给人的感觉无比亲密 尤其是在一次采访的过程中 丁玉汐曾经表示 就在拍戏的过程中 张玉汐对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这些影响甚至都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部分 紧接着张玉汐的一些行为举止 又或者是言语 也让她感觉自己的的确确是被聊到了 当然了 也有些路人来磕的就是丁玉汐和赵卢斯 传闻中的陈静谦这一部剧上映之后 也让不少观众看到了可言可甜的陆斯 而丁玉汐和赵卢斯在剧中所饰演的就是情侣 彼此之间的频繁互动和默契的表演 也让很多的路人纷纷猜测 但是这只不过是路人们的关注罢了 目前还没有任何公开的信息能够确认 除了这两位之外 还有一位和丁玉汐之间传出小档消息的 就是江卓军 有网友爆料 丁玉汐和江卓军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超级暧昧 一看就是情侣关系 一直都在暗筹中的秀着恩爱 丁玉汐在没有粉丝的时候 和江卓军认证了CP 梁泽和暖将军系的抄话 在抄话里还有点诵江卓军一首张学友的 我爱你高调是爱 并且在评论区也是互相Q了名字 在一次上二人也总是有隔空互动 比如二人一同游玩打游戏 一个发了抓娃娃 另一个则是发了你的男孩以死呼应 江卓军有杀过自己的猫 也出现在丁玉汐的视频中 看下来就是同一只 丁玉汐的猫叫500万 江卓军的猫叫600斤 两人的同款手机壳 同款联邦衫 丁玉汐分享图片时 二人也是评论互动 尽显恩爱 很多人都觉得太甜了 二人直播连线 使用老夫老妻滤镜 江卓军善男友视角的照片 丁玉汐也是发了相同地点的图片 江卓军分享自己练舞的照片 其中右下角的那张合影 就是和丁玉汐在一起 丁玉汐也在同一时间 分享了训练照 衣服裤子鞋都一致 还有因为角色需要 江卓军饰演尼姑时 是丁玉汐给江卓军剃的光头 这样的待遇 只有男朋友才能拥有了吧 江卓军也是一名演员 2018年出演古装武侠剧 《新校江湖》中的 《一零一角》正式出道 丁玉汐在剧中饰演东风不败 从丁玉汐给他剃头这种行为来看 两人关系匪浅 同年 江卓军和丁玉汐都参加了综艺节目 《演员的品格》 在节目中 丁玉汐还专门为江卓军精心准备了圣日惊喜 当时江卓军感动到落泪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时 周的人也是大喊在一起 之后江卓军和丁玉汐还一起参演了 青春夏园剧《八分钟的温暖》 江卓军饰演女主角颜泽 丁玉汐饰演男二号贺心良 两个人在剧中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温暖 特别是丁玉汐的人设更是讨喜 从2018年认识开始 丁玉汐和江卓军的关系 或许就已经成为男女朋友了 如果只是同事的话 不会有那么多同款 以及那么多去同一个地方了 在江卓军和丁玉汐爆出疑似恋情后 估计很多传闻中的陈千千 以及运色过浓的剧粉 房子都该塌了吧 吵了这么久 结果丁玉汐2018年就开始和江卓军秀恩爱 他们已经相处三年了 不过剧粉喜欢的或许就是剧中的角色 对于演员本身是否恋爱 也不影响他们的喜欢 他们依然还会磕到剧中的CP 而非演员 丁玉汐在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估计他不想自己的恋情被曝光吧 毕竟像任嘉伦那样的演员 刚红就宣布恋情 一结婚就公布婚讯的实属少见 无论如何 如果恋爱了就祝福他 如果没恋爱 有这样一个帖子好朋友 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